这些歪歪扭扭的例会 萌萌的画风 却是英雄联盟最伟大的彩蛋 这两天征战峡谷的召唤师突然发现 凡是以守护者命名的皮肤 突然变成了歪歪扭扭的铅笔画 别担心不是因为抄倒多了眼花 这些丑门的手绘 全部来自于被英雄联盟慈善活动 所帮助过的孩子们的手笔 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用于救助癌症患者 与春雷计划的岸型客家司 到对应服务器慈善机构的卡尔玛 以及奥恩和光绍奥拉夫 再到新手严券 早在英雄联盟还叫QU魔法战争的时候 实习护士阿卡丽 作为第一款致力于慈善的皮肤 英雄联盟就开始了自己的慈善之旅 甚至为了保护病危物种 还单独出了一个吉祥物海牛与新模式 而在这些孩子们的创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梦想基于一箭之上 和大口炫饭的金克斯 从关爱儿童到抗争救灾 再到抗击疫情 游戏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